好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呢 他说 Mothers striking all day long Simply left children in the care of their husbands 然后还有呢 他说 Since the mainly female run schools and nurseries were closed Fathers were thus forced to take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to work 那的确啊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呢 这个妈妈上街去那个嘛 上街去游行啊 罢工去游行 那只好先生来照顾小孩 那先生可能会想说 哎呀那就送去这个托婴的地方啊 幼稚园啊什么的啦 学校嘛是不是 好 反正学校有老师帮我当保姆啊 但是问题是呢 学校老师也很多都是女生 是不是 所以呢 他说since 因为 那since的话呢 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已知的原因 这个我们曾经提过 当你用since的时候 since you are here 既然你们都在这儿 所以呢就是讲一个 呃对于讲话的人来讲 或者是对于呢对话的双方来讲呢 已知的原因啊 好他说呢 因为呢 the mainly female run run这边请同意诸多大是过去分子啊 就是呢被经营嘛 就是说有女性来经营的 有女性来这个 呃运作 这个schools and nurseries 那nursery的话 当然指的就是这个 呃所谓的这种幼儿园啊 然后这个托婴的地方这样子 他说这些呢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说幼稚园 托儿所 他说呢这些的话 we're closed 因为呢 他们都去罢工去了 fathers were thus forced to take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to work 哇 那真的蛮辛苦 some men bought candy and colored pencils in a desperate effort to keep their children entertained 那有些爸爸呢 真的只好各出其叫哈 他就叫bought candy and colored pencils colored pencils这边指的意思 并不是说只有那个铅笔的外面有颜色咯 而是说那个就是所谓的 呃着色用的铅笔 然后我想各位同学呢 小时候或者是现在说不定都还会用 然后因为有那种专业的colored pencils 不是吗 好就是这个着色用的铅笔 好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买这个呢是in a desperate effort 因为他们呢 想要呢这个做出这样子的努力 非常的这一个 呃急迫这样子 做出这样子的努力 to keep their children entertained 这个effort effort的话呢是要做什么 这个努力就是要 keep their children entertained 要让他们好 keep的话这边当然就是有使的 也是有让的意思 让他们的孩子呢能够呢 entertain的你说呢有被娱乐 就是说有事做的意思 然后不会无聊这样子 哎那就是说呢 他们在做这样子的努力的这个 这个当下的话呢 就是去卖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常常是哦 就好像现在其实呢 很多的爸爸妈妈也都会用什么 they just give their they just give their smartphone or they just give their ipad tablet to their kids in a desperate effort to keep their children entertained 你后面可以照样这样写 的确是我看过了 就是在飞机上面呢 那个小娃娃就狂哭啊 狂吵结果呢 呃妈妈的话呢就是 不得已的话就得要把手机给他玩一下 哎然后等到他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呢 他又不想把手机一直给他 他就只好又拿走 然后又给他玩别的玩具 结果小孩又哭了啊 所以呢其实也很为难啊 好的 好让我们往下看 所以呢 他说呢想要让他们呢 一直不会觉得无聊 让他们的备娱乐有事做 而 while 的话就是 而 那就说同时 而呢怎么样 others others 就是 other men other fathers offered rewards to their older kids 就给他们这个报酬 offered rewards to their older kids 要干嘛呀 to have them take care of the younger ones 这边的话我们要留意到这个have 这个have的话呢 是所谓的实义动词 就是呢 让他们 好 要他们做什么事情 have them take care 那既然是实义动词 所以我们就是要后面加什么 圆形 好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用make make的话比较有一点 上对下的一个意思 那have的话呢 比较有平背 但是你还是要 用一番的方法跟去说服 才能够要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这样子 ok 因为用make的话有点太强制了 好像有点主人对这个 主人对奴仆 或者是比较一种上对下 非常强制的一种 一种说法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其实他还是用一种比较劝说 比较这个 呃 提供奖励嘛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利诱 好 诱之以利 这样子的方法呢 让他们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用have是比较合适一点的 那还是要请同学注意到 就是后面要用圆形 不要加 to 直接说 have them take care of the younger ones this protest paralyzed the entire nation paralyze 这个字的话请同学千万要注意到 就是动词的时候我们重音是在最前面 par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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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变成名词的时候 你才会念paralysis ok 好 所以这边一定要弄清楚 好 因为像这样的字的话就很容易 这个重音就开始 颠颠倒倒 所以要把它多念几遍 ok 他说呢 this protest paralyzed the entire nation however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is protest public opinion would not have changed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would not have grown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了一个什么 假设语气的 这个if的这种句子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因为讲的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什么 had加上pp 有没有 前面的话我们要用had加上pp if it had not been for 要不是因为 for的话是指因为 对了 要不是因为有这一个抗议的话 public opinion would not have changed 那后面这个当然也是 与过去事实相反 前面是讲过去 后面还是在讲过去啊 对不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改变了 并不是现在才改变 所以这边是would have 加上pp 这个have加上pp 一定要记得这样写 才会是讲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只有have加上原型 应该就是讲现在咯 好 所以要分清楚 他说public opinion would not have changed 然后呢 and support for 这边提醒一下 是support for something ok 然后对于什么什么的支持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would not have grown 这边也是揭续的前面的 对于过去事实相反 然后would 加上have 加上过去分子 那个时候呢 对于这个 所谓的良性平权 这种支持度 就不会 在那个时候就不会 开始上升 所以这边全部都在讲过去 那这个if it have not been for 这个请同学要注意到 这等于是类似于像一个表达的方式 当然你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说什么but for but for的话呢 就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事实 都可以用but for 后面就直接加名词 ok 是一个比较省事的一个写法 好但是呢 这个后面你还是要注意到实态 one year later Island established the gender equality council 就组成了这样的委员会 and pass the gender equality act bann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and in school banning 这边等于相当于说 他呢 等于相当于说 他说pass the gender equality act and ban 对不对 同时 ok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法案的同时呢 就禁止了这个东西啊 好那所以为了要表示这两者是同时呢 所以呢这个作者就选择了用 banning 而不用and ban 虽然意思差不很多啦 但是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 就是呢指说 哎 在通过这个法案呢 同时也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好 好接下来他说 Four years later an even bigger triumph was achieved 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用的是 a triumph 这样子的一个胜利 an even bigger triumph 这样子的一个胜利呢 那当然是要被 冰岛的女士们 被冰岛的女性们所达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用被动 这个成功这个胜利的话 是被他们所成就 被他们所达成 什么时候呢 when 在这个时候 when Iceland elected the world'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a democratic country 这个的话当然就是那时候 新闻也有出来 不过呢 同学那时候应该还蛮小的 所以呢 或者还没出生 应该出生了 好 就可能不太记得 但是那时候有说 冰岛选出了全世界 民主国家民选的 第一个女性的总统 这样子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成就 however despite all the progress the country had made the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was not yet over despite的话 再跟同学强调一次 尽管虽然 后面我们要加什么 名词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后面呢 这个all the progress 后面他又用了一个什么 他又用了一个形容词指句 这边等于前面也是省略掉了that that the country had made 他们呢 所做的这个 这些所有这些进步的事情 尽管有这些 他说呢 the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was not yet over 当然 这种事情的话呢 呃似乎有点像是 深入到我们的这个基因里面 或深入到我们的这个肌肉跟骨髓里面 然后好像很难改啊 好 甚至有人说呢 好像是你脑子里面的一个密码一样 然后 比如说你可能看到女生 你就会觉得一定怎样 男生你就会觉得一定怎样 但是呢 你可能都忘了最原先最原先 你被教养出这种观念的时候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你现在也追不回去了 哎 他变成是你的这个身体血肉的一个部分 其实有点可怕 哎 那我们看到 所以要持续不断的一直努力 所以他说 the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was not yet over in 2005 Icewind's pay gap showed that pay gap的话就是那个薪水 薪水的那个差距 那这边的话 当然基本上也是指男性跟女性 但是不见得一定指男性跟女性 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话 他们也可以指什么 也可以指白人跟黑人之间 或者是白人跟其他族裔之间的这样子 好也是会有一个pay gap 好说呢 Icewind's pay gap showed that Women were on average on average 当然就是指怎么样 就是呢 平均来讲 Women were being paid only 64.15% of what men earn 好这边的话呢 你看他用了 were 然后呢 being paid 为什么要用进行事啊 当然就是指说 那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就是呢 在那个当下的话呢 女性都还一直 这边强调一直啦 好都正在发生 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待遇 好 所以他就 were being paid only 这么多这么多 那这边的话 我们要念64 然后后面的话 你就一个一个念 one 5% 这样子念 of what men earn so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men's day off women organized another strike and left work at 2 8 p.m. 2 o'clock ok 2 8 p.m. ok 2 8 p.m. the exact time at which they stop being paid for equal work 这边的话 为什么是at which 就是呢 at that time 或者是at the exact time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they stop being paid for equal work 为什么要用at that time 是跟后面这个句子有关呢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常常会搞混 就是说 其实你这个关带啊 不管你是只有关带 或者是前面呢 还有介细词 之所以会这样写 其实都是跟后面这个句子有关 你是要去把后面的这个句子变得完整 好所以呢 你才要去考虑说 到底要不要有介细词 到底你是要用who啊 whitch啊 什么之类的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的话相当于是 they stop being paid for equal work at that time at the exact time 这边的话请留意到 因为呢每次这个地方都会有人搞得糊里糊涂的 然后就没有办法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这个at 其实跟后面这个句子有关的 好 那这边的话 stop being paid 那这边的话 他说他呢 停止怎么样 因为呢是要被雇主呢 来发给薪水 所以这边被动 好被动 请各位同学要注意 你不能说stop paying 因为你如果说stop paying的话 变成说这些女性停止付钱 no 他们是停止被付给薪资嘛 对不对 好那是呢 为了什么而被付钱呢 当然是为了他们的怎么样 同样的工作 我们常讲说同工就要同酬 但是呢 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还没有 好那甚至于呢 对像一般来讲的话 在我们这种所谓的公家的 比如说学校啦 公家机关 那当然就是同工就是同酬 但是呢在民间呢 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 好 然后再加上女性大部分呢 得到的职位呢 普遍比男性要来的比较低一点 做的是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的比较多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 男女的这个收入呢 就会有差别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的能力比较差 而是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深入在我们的脑子基因 血肉里面的呢 一些想法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说 为了怎么样 因为呢 同样的工作 然后呢 但是他们呢 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 没有 就已经得不到钱了 2.08分之后这样子 好所以他说 In 2016 Women in Iceland again finished work early This time at 2.38pm 是不是很酷啊 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最后的解决掉